下班喜欢小酌放松的朋友 不知道您是否有听过古时候流传的碰杯文化 传闻古代流行在酒里下毒 所以酒客都会大力碰杯 并且大喊来走一个 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杯中的酒 溅到别人的杯子里 以防止别人下毒 在高雄左营开餐厅的金老板 就非常喜欢这种碰杯文化 在他的店里不但欢迎大家喝酒也来走一个 还提供客人各式的热炒烧烤泰国家等等的美食 金老板打趣地说 店里的菜色是什么好吃 什么适合下酒 他就做什么 而个性海派的他 也跟许多客人成为好朋友 在这间厨房里越晚越热闹 到了接近凌晨的时间 厨师的手还是没有停下来过 满屋的人群把酒言欢 开心地畅谈人生 兴致来了就碰个杯 厨房不间断的舞动锅产 一道道美食佳肴 出餐上桌 让通客们尽情享用美食 而这也是高雄左营吃晚餐及宵夜的好去处 我一个礼拜大概来两到三次而已 不多 我们常常来 我们特别从台北上来的 就是很适合大家聚餐 我觉得这边除了好吃以外 也多了高雄人需要的人情味 都很亲切把自己这里的客人当成朋友 这是重点 所以我才会常来 老板金泽成员工都称呼他金老大 有些熟客还称呼他金老师 因为在白天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高尔夫球教练 每到开店时间就看到他 穿梭在每张桌子 招呼着每一位熟客 甚至是新朋友也都会想要认识认识 说金老大是店内的灵魂人物 还真是不为过 把客人当成自己的好友 这就是高雄人的热情 当采访小组问到他 开业的原因时 这样爽朗的答案 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 爱吃就开呗 爱喝就开呗 就是这样的真性情 所以连店内的菜色也很真性情 种类很多样 不论是热炒 烧烤 海鲜 或是泰国虾料理应有尽有 那自己本来也就是每天在外面吃饭喝酒的人 那朋友也多 那后来就想说 倒不如自己开一家 好像虽然一个很简单的地方 那好像一个自己的招待所一样 那也蛮好的 我们店的菜真的是不传统也不创新 那就是什么好吃就弄什么吃 通常很多菜是在别家店 甚至电视上看到好吃的 大部分是自己吃到好吃的 然后会自己回来做 然后让客人试菜 那如果OK 我们就登录我们的菜单 我是一个爱吃鱼头的人 然后我也爱吃砂锅鱼头 可是通常我们吃到的砂锅鱼头 都是大头链 然后它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地方 就是土味 那后来我发现 我也在别家店吃过鲑鱼做的 那我发现鲑鱼做的油脂比较丰富 然后也更香 然后不会有土味的问题 那就很棒啦 所以我就自己这么吃 然后我也自己这么卖 砂锅鱼头是台湾餐厅 与家庭常见的一道大菜 砂锅鱼头又名鱼头浓汤 由来与乾隆下江南有关 话说乾隆一行人到西湖旅游 结果下起大雨 众人狼狈跑到一家客栈躲雨 店主健壮将店里 仅存的半颗鱼头煎熟加入豆腐与配料 做成一锅浓郁的鱼头豆腐汤端上桌 反经后秦龙皇对鱼头浓汤的好滋味念念不忘 成了杭州名菜 以满满的蔬菜当锅底 再放上芋头 笋片 海鲜 然后放上油炸过的鱼头 以及满满的蛋酥 紧接着将调味好的高汤 加入锅内 等待汤滚后就可以上桌 让客人品尝了 炸过鱼头它因为 先炸过再加了沙爹 再焖煮 所以味道释放出来的味道很纯真 味道也很浓 那它的鱼头跟一般的外面的 那个砂锅鱼头不一样 它特别是选用那个 选用那个鲑鱼 红鲑鱼头 红鲑鱼头这样 炸过再来煮这样 是 那红鲑鱼头吃起来的 那个头感鱼头 是不是比较没有土味 完全没有土味啦 那个非常好 那个非常纯真 除了砂锅鱼头是正店之宝之外 店内还有另一样主打商品 就是泰国虾 几乎每桌必点一盘的泰国虾 太晚来可是吃不到的 当采访小组抵达时 店外放置泰国虾的水箱中 只剩下店家预留给我们拍摄的泰国虾 就可以知道这道菜受欢迎的程度 他们这边主要的料理是以虾子为主 对 尤其是金沙虾 对 它那个金沙虾里面有那个 非常浓郁的鲜蛋黄 搭配它的那个虾子的香味 对对对 非常绝配 你看招牌上可能都是泰国虾 但是其实泰国虾它就是一个 南部人喜欢吃的虾子 我们的虾子在外面的店 可能所谓的一份 大概都是12两左右 那我们的一份就是一斤 都是一斤 都是足一斤的啦 那当然虾肉在制作之前 都会先冰盛 会让那个虾肉更Q弹 我觉得我们这个厨师做的金沙 还蛮好吃的 那一般在外面吃 盐烤的最多啦 在我们店里面点盐烤的客人 还是很多 但是我们还是都会推荐金沙虾 那大部分的客人吃了以后 都蛮喜欢的 所以它的重复简单率也很高 虾肉Q弹的秘诀 就在要烹煮前 将泰国虾从水箱捞上来后 赶快用冰块冰镇 接着用热油泡熟 这样虾肉的紧实及弹性 都会被锁在里面 另起油锅将金沙 也就是咸鸭蛋黄炒香 带咸蛋黄炒到像流沙般的细致 而且颜色变成金黄色后 再加入刚刚用热油泡熟的 太古虾 不断翻炒让两者合为一 再加入洋葱 葱段及辣椒增加香味拌炒 就可以起锅了 多汁的新鲜虾子 包裹着金黄色的咸蛋 金沙均匀附着在虾肉上 咸香咸香的好味道 让人云指回味 一只接着一只 咬在口中酥 咸 香 Q的好味道 不只弥漫在口中 也在手指头上 不仅下酒也超下饭 口味上也调整得很好 东西很新鲜 现在非常好 对 因为透过了网路介绍 跟一些朋友介绍 然后第一次来 我觉得发现他们的虾子 跟一些海鲜非常新鲜 非常厉害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水煮蜂螺是一个 我自己爱吃辣 也爱吃水煮牛 然后有一天 就自己的一个乱想吧 然后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 鳳螺做成水煮炭炭 还不错 所以这等于是您的创意菜 我是外面没吃过啦 我也不敢说我们是第一家啦 这个我不知道啦 我是觉得这样OK的 听到水煮二字 无辣不欢的Lankia 是否眼睛为之一亮的呢 大家都听说过 传统川菜水煮牛肉 但是您听过水煮凤螺吗 爱吃辣的金老板 突发奇想的创意菜 既然大获好评 热油拌炒 特选多种的辣椒及大蒜 加入开水及红油 一锅浓烈纯正的麻辣味 顿时扑鼻而来 味蕾不断的疯狂舞动着 麻辣汤底滚了之后 再加入高丽菜及凤螺拌炒 主厨说高丽菜的目的 主要是增加汤底的鲜甜度 以及满足爱吃辣的客人 将吸满麻辣汤汁的高丽菜 放入口中 绝对能满足您的湿辣味觉 盛盘的最后一道手续 就是撒上一大把的干辣椒碎 一国视觉与味觉都深受刺激的 水煮凤螺就完成了 水煮凤螺它口感是偏辣 可是在于我爱吃辣的部分 我认为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部分 可是如果你不爱吃辣的话 它有非常多的选择 水煮凤螺它也可以做比较不辣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来这边品尝的话 可以跟老板讲 因为非常富有人情味 它可以帮你特地量身 听说你喜欢的产品 你说我去市场买一些 那个这里没有的新的食材 它也会帮我们待客料理 正是这种把客人当朋友的情怀 所以金老板自己在外面 吃到什么好吃的料理 都会在自家餐厅研发 请熟客试菜满意后再加入菜单 像是采访小组拍摄这天 金老板特别拿出一道私房料理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大部分的人都没听过 包括我自己也是最近才知道 它基本上是一个客家小草的延伸 对 真的假的 然后在客家小草的基底以外 还会有加了香肠 然后更多的汤汁淋在白饭上面 我自己觉得很好吃 通常小朋友也都非常喜欢 对 我觉得是一个 那是一道很下饭又下酒的菜 你可能觉得很奇怪 可是在我们店里面 就发展出这样的一个文化 他们喝啤酒 还是有吃那个饭 客家拌饭其实就是客家小炒改良 烹饪的方式反而结合西式料理的炖饭 可谓是一道台湾客家味的炖饭 为了方便客人食用 客家小炒原本充满嚼劲的食材 都切成小碎块 让客人在享用时能品尝到客家小炒的香 但是又好咀嚼 配上吸收满满酱汁 软硬度恰到好处的白饭 再铺上满满的香肠 真是一道让人回味无穷的料理 高雄人爱吃香肠 我觉得负的非常大气 它基本上每一寸都覆盖了香肠 所以你每一口 除了吃到客家小炒 以及好吃的米饭及酱汁之外 你还可以知道 这不是各种香肠 因为我非常喜欢吃香肠 所以我对香肠非常推崇 这个餐点除了吃巧之外 大家还可以吃饱 所以来这边千万不要忘记 要点到这道菜 有创意的还不止菜色 连店名都很趣味 金老板说 常常有客人讲座店名 让他笑皆非 而为什么要取这个店名 其实是有一个古代喝酒的典故 因为我常看大陆剧 大陆剧里面 在我们大陆北方喝酒的时候 就是会说走一个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走一个 是什么意思 原来后来我才知道 走一个的意思 就是碰杯 就是碰杯 那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 碰杯在古时候是有个来友的 就是古时候流行下毒 那如果我在你的酒里面下毒 然后你就会跟我讲 来 我们走一个 那就是要碰一下 那碰一下酒水会溅在一起 那要求一起死的 没关系 要死没关系 那就一起死的 那只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好笑的趋劝 当您来到高雄左营 夜深了却肚子饿时 走来这边让您肚子饱饱 心情好 开心的氛围让您忘却烦恼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 请锁定台湾百味脸书社团 我是罗宇文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